如果你没有去体会到 我们原来的个性脾气这样下去 到底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去看到那些利与弊 要你改 你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的个性越强 主宰欲越强 越强悍 好 你得到的是什么 失去的是什么 真的这个要客观来看 你真的幸福吗 所以如果女人强悍的话 除非这个男人他很柔 很柔你又看不惯 没有男子气概 但是他有男子气概的话 他又不服你那一套 会起冲突 所以要知道 如果女人的个性越强的话 这个家庭越难得到幸福 我们有没有你敢证明说 我在家庭里面我是很强悍的 但是我家庭里面很幸福的 因为我老公都不敢吭声 不敢反对 全部都我说了算 好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会真正幸福吗 你能够真正弹心吗 是不是同床也异梦 或是你越想抓住他 他离得就越远 你越想掌控他 你越强悍 我可以跟大家提到这一点 女人越强悍 他就具有一种客服的这种情况 因为本来以正常的物理现象来讲 本来男人他是属于比较阳刚的 女人是代表阴 代表柔 刚与柔配合 才会形成一个圆满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如果变成女人是刚强 女人比较强势 这个家庭他就会冲突不断 好 在这种冲突情况之下 男人比较会短命 女人受委屈 他会哭 男人受委屈 生闷气 他不太会哭 不太会哭的情况之下 他会内伤 内伤郁闷 对他身体也会不好 身体也容易生疾病 再来 当他内伤郁闷情况之下 外面要看上司的脸色 看别人的脸色 回到家庭里面 又没办法 跟家庭 跟另一半来谈心 来沟通 所以他会变成 积压很多的这个闷气 那男人又不会哭 男人也不太会去跟别人 讲他心里面的话 女人还会 比较会 左邻右舍 然后在那里 诉苦 男人不太会 他因为心情不快乐 他也会 常常 开车 魂不守舍 容易出意外 或是他郁闷 就抽烟 喝酒 而这个又伤身体 也会短命 另一种情况 就算他 没有这几种情况 但是很有可能 家中有个母老虎 所以他就会去找 年轻漂亮的妹妹 婚外情 就这样出来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 我对这个家庭 这么奉献付出 我去赚钱 来维持这个家庭 怎么后面 到后面男人 去搞年轻的女孩 女人 你得到了什么 你越强悍 你得到了就越少 你越想抓 你越抓不到 包括对小孩子也是一样 你越想掌控小孩子 在国小四年级以下 还可以让你掌控 通常上了国小五六年级之后 以前是上了初中 现在提早了 到五六年级之后 他们就开始有 他们的思想了 慢慢的 如果你本身没有再成长 你还是一样依然照样 强势主宰 这个小孩子 他就会产生叛逆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为什么老子要我们学到柔的智慧 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家庭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一直要展现强势 不愿意柔软下来 结果这个家庭就变成 好像好了 勉强维持一个夫妻关系 那家里面的丑陋的事情 也不敢跟别人讲 所以就好像 勉强维持一个关系 本来争吵好几人想要离婚 但是又考量 不要让父母亲伤心 不要让小孩子失望 好了 结果勉强维持一个婚姻 意义不大 表面上好像没有离婚 但是彼此的心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本来是很恩爱的夫妻 到后边 变成为常常在冷战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柔并不是让你成为懦弱委屈 你要学到柔的智慧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好好体会 要学到柔的智慧 你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真正美满和谐的家庭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样就是要静下来 回顾我们过往几十年来 我们的强势 我们的不甘心 我们的主宰欲 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还有要深入去解析的就是 不要只是维持那种外表 给别人看 那个是在欺骗自己 也在欺骗别人 我们要去探讨实质的 虽然现在没有离婚 但是问自己 真的幸福吗 能够真的谈心吗 能够彼此心心相应吗 对彼此的生命 有真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吗 还是只是维持一个表象 然后彼此还在那里互相的拉扯 互相的伤害 或是在那里冷战 只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 而本质里面却是在冲突 痛苦 拉扯 生命彼此是在绰号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来到 宁愿真的丑 不要假的美 愿意如实面对自己的生命 我真的幸福吗 明明内心是很苦闷的 但是他却装出没事 内心明明是忧悲恼苦一大堆 但是回良家也不敢讲 不敢跟别人讲 维持一个表面的一个家庭 维持一个表面好像像个样子 但是内心很清楚知道 内心是痛苦的 我们不要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 表面的没事 所以老子就是希望我们要做真人 就是要如此面对我们自己 不要装出很有学问的样子 很会讲一大篇大道理 但是自己家庭里面却是冲突痛苦 老子为什么希望我们学到柔 学到楚下 就是你能够真正柔得下来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